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K-san 今天我想介绍大家 这个叫做 炒饭 鲑鱼 味噌汤 除了很简单的平时 大家做面试都不敢用 但是有点特别是这个 我们叫做酒盒 中文应该叫做炒饭 首先是泡水 接着我想煮一下这个焗肉 这个本身有点臭味 就逼着这个腥味 一会儿 热的水 煮一下一分钟 这个味噌汤 其实我们全年都有吃的 但是呢 因为炒饭是在日本清酒 炒饭才有出来的 那么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炒饭的时间 都是冬天固执 冬天的材料是白萝卜 还有其实冬天的红萝卜 也很好吃的 好 煮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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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等一会儿 继续泡热水 这个呢 炒腐皮 也是煮一会儿 因为呢 本身都有很多油 这样 煮出来 这个也是等一会儿 炒捏 的 那为了 炒腓 煮一会儿 煮一会儿 好 三米腋 我们人物叫做鲨鱼 粉鱼 吃起来是鲨鱼 这样的 那么呢 那么呢 我们的鲨鱼呢 在香港秋丁或冬丁期间才有出现 不要紧 便是大家用回来拿威的三文鱼 都可以的 没问题 有鼻 没有鼻 都没所谓 大家喜欢 但是如果日式的煮法 我们要用那个皮 煮去鲜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了 要散烟 变了一些香味 主要日本人呢 大部分都我们出现这些鲜布 看到是这样 表面有白色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污租了 因为这个鲜布是海边生出来 这些其实是海盐来的 千万不要洗 如果洗用后 海边的鲜味都被炒掉 那就准备一些水 炒至少半个小时 炒了一个小时后 这些鲜布都是放大至减大过来的 大家都看到 水的盐石 都是偏了一些飞飞的 炒了鲜布的味道 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鲜布的水准备好了 现在先煮一下 炒了5分钟 煮这个鲜布后 是这样的 先拿出来 接着 这个酒粥 因为本身也是很硬的 那么开这些鲜布的鲜底 开了 开始放入材料 首先 比较硬的材料 这个是红萝卜 接着白萝卜 先放入白萝卜 然后把肉都放在一起 现在煮5分钟至6分钟 放入生米鱼 接着茶壶鼻 放在一起 煮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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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所有材料都会浓浓 放入其他调味料 这个是日本的鲜 然后酱油 刚才煮完这个炒猪 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今天加上一点 这个面丝酱 今天我用来白色的面丝 使用 最后 糯米的葱花 然后这个是炒猪饭 炒猪饭 这个叫做酒吧桂瑶味震汤 我们去做一个小物 我们下一个小物 在这儿 我们下一个小物 Nós我们下一个小物 我们下一个小物 我们下一个小物 里面 我们下一个小物 这个 antibiot 我们下一个小物